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如果回到什么叫做菩萨 菩萨的定义 所谓的菩萨就是发菩提心 这个发心的众生就叫做菩萨 所以菩萨叫大道心众生 发的是广大的心 发的是殊胜的心 发的是圆满就近的心 那只要一个人发了这个心呢 他就可以称为菩萨 那这个时候我们了解这个无边生现做一生 一生做一切差别生 就不难理解了 譬如说我们讲观世音菩萨是什么样子 观世音菩萨代表的是慈悲 所以只要一个人他有慈悲心 他展现慈悲的作用 我们就说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那我们现在来修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发了菩提心 我们就像菩萨的化身 如果这个世界透过我们的发心努力 开始产生影响 影响身边的人 让他也加入发菩提心的行列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等于是以一生做一切差别生了 虽然每个人的力量很有限 但是如果每一个人的力量凝聚起来 让这个世界呢 随时随地在任何的角落 都有人发菩提心 那这时候呢 虽然每一个人展现的方式 各方水土有各方的不同的特色 这个叫一切差别生 但是呢 他其实都在展现叫做慈悲 那都是观世音菩萨的现身 所以这时候呢 无边生等于是一生 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在什么地方 我们只要是慈悲 我们就变成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如果我们要展现我们的智慧 来在生活中做人 带人接物 做人做事 甚至于在自己跟各式各样的场合当中呢 扮演各种角色的时候 都能用智慧来行事 那我们就等于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所以呢 身为佛弟子啊 其实不是成为佛的信徒 而是成为自己的信徒 相信自己可以成佛 相信自己可以就近圆满 那这时候呢 无边生就等于是一生了 虽然菩萨他有千百亿化身 但是以前呢 我们可能以为那是菩萨一个人在显神通 但是现在当我们真正的学佛 了解人人皆有佛性之后呢 自己会承担自己可以作为菩萨 可以成佛的这件事情 这叫做悟 悟到什么 悟到原来一切法本质具足 一切法不讲外求 所以呢 这时候啊 我们的发心啊 就可以真正的体会到 进入这个菩萨的境界 一生做一切差别 生 然后再来呢 一生充满一切法界是菩萨境界 我们现在的发心是什么 我们现在来诵经 目前的诵经呢 是这个线上的人 但是我们的目标呢 是希望能够有百万菩萨 百万菩萨 其实还只是一个初初阶段的愿性 我们一般人呢 就觉得自己的影响力很小 所以先开始从 每一个人自己发心开始 那当我开始的在这个地方呢 开始启动 等于是家家户户 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发心的菩萨出现了 那这一个家庭 你不要小看呢 你只有自己在用功 好像很孤独 但是我们的开始的用功 有没有影响到身边的人呢 有的 如果我们开始改变自己 你身边的人不需要特别去影响他 自然耳濡目燃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影响整个世界 用自己的努力 用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用功来影响整个世界 这时候呢 一传十 十传百 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在诵经 就像我们每天打开视频 我们在这个送念的时候 虽然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在荧幕当中 每一个师兄都处在不同的境界 不同的状态 不同的时空 那这个时空呢 就像有的人在欧洲 有的人在美洲 有的人在亚洲 在同一颗地球上呢 时间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时间呢 其实它还是同一个时间 就是当下这一面心 那当下这一个心呢 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啊 它就等于是遍满了整个虚空法界 就像我们今天呢 在送的这个华藏世界 华藏世界里面呢 它有层层叠叠的世界 每一个世界都有菩萨 都有佛在修行 都有佛在虹法 乃至于我们明天呢 会看到这个世界之外 还有世界 这世界之外还有世界 重重无尽的世界 在每一个世界当中 层层岔土 都是佛的净土 那这时候我们就知道 不是只有自己在用功 不是只有自己很孤独的 在修行 其他都是不信佛的 其实不是 在虚空法界当中 只要你起一个念头 这菩萨的团队啊 是一呼百应 所谓一佛出世 千佛互持 这佛菩萨呢 是最互相呢 互相怎样 鼎立相助 就像佛要来弘法 他的整个弟子 还有他的这个助手 菩萨们通通都会现身 我们会看到呢 每一部经里面呢 在描述当时的 这个人数啊 就像我们每次法会 都要问有多少人来参加 因为要准备午餐 准备晚餐 准备回程的点心 那所以呢 这人数很重要 但是如果是佛菩萨的人数呢 我们去看到呢 每一场法会 都叫做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为什么佛 他会有这样子的影响力 他要办的活动 他要办的法会 怎么会这么多的人 甚至于天龙八部 这各地的鬼神众 通通都没有二话 就直接不需要劝发 就直接一定都是参加 而且呢 还自动站出来 说要不只是这一次的护持 还要生生世世 在任何一个角落 只要有人愿意发心 他们一定呢 不会看是什么条件 一定是现身 护法 全身鼎力相助 那这是佛菩萨的团队 是非常殊胜的 为什么 因为佛的心念当中 念念 都要让一切的众生 发菩提心 佛是世界上 应该是最早最早 提倡人权平等 甚至于不只是人权 所有一切众生 都是平权 什么样叫平权 成佛的权力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而不是在少数人的手中 而且呢 只要你愿意努力 不管你是什么程度 是老参 是心学 是男 是女 是什么社会地位 是什么样子的福报 通通都可以来发心 一场法会里面 什么人都有 天王 他也不会嫌弃 为什么这些鬼神 都能够跟我在同一个平台 一起来听法 那每一个人都互相尊重 每一道的众生 都彼此成为是兄弟 为什么 是不是有时候呢 我们会说 哎呀 我认识某某名人 他是某某名人 可能心里面会想 你是什么 哪一根葱 哪一根算可以跟我 称兄道弟 在社会上 就有这种很明显的 一种阶级 那常常我们就叫做 什么高攀不起 可是呢 当我们修行了之后 以我们这样一点点的 小小的功德 只是送个经 只是归个一 只是呢 来发个菩提心 小小的菩提心 所有的佛菩萨 都完全不见外的 变成我们的师兄 完全不需要分你我彼此 我们可以跟文殊菩萨 跟观世音菩萨 平起平坐 我们可以到处冒着他的名 到处说 我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我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那这为什么可以这样 他都没有来举发我们 去仿冒他 甚至于呢 这个我们完全呢 如是我闻的 把佛经到处印 到处发送 我们没有看到 佛菩萨来告我们侵权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心里面 就是佛菩萨的心 最平等 他知道一切众生 都可以成佛 他不会把这个成佛的权力 独占 独享 而不愿意让人 也发菩提心 让人成佛 如果你没有这种成人之美 你就是魔王 魔王的心 就是很害怕 别人超过自己 最好所有的人都比我蠢 比我笨 比我严重 比我还要落后 这样子我就可以变成 唯一的第一 我可以掌控全世界 但是佛呢 他不怕大家成佛 最好所有的人都成佛 叫做发菩提心 各线无量身成本正觉 那大家都成佛 这个地方呢 就是净土 所以就像很多人说 师父啊 你为什么碰到人 都叫人家出家 我说 所有的人都出家之后呢 等于所有的人都发菩提心 所有人都自动自发的在成佛 就像我们看到这小师父 小师父这么小 他八岁就来出家 八岁来出家 你想想看 你家里面八岁的小孩 你能够勉强他念个经吗 我们最近啊 设计这个幼幼华言 就是害怕小孩子没有耐心 所以一次呢 就只要念五分钟 我们小师父呢 一次啊 就是跟大人一样 完全是一样的要求 其实他刚开始呢 是打瞌睡 这坐不住 可是我们看到 他一年一年一年 从随众当中 生团做什么 大家都是平等的 不管你是年纪多大多小 大家都一样 都要承担一样的工作 都要一样在诵经 一样要主持 一样要发菩提心 所以呢 发菩提心不落人后 不分年龄大小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几年 小师父的进步啊 到现在12岁 他可以稳稳的坐在这个地方 一支箱 不会动 偶尔打个瞌睡 他还是坐在这个地方 甚至于有时候呢 在打瞌睡 被师父处罚 等一下下一支箱 又要再多念一次 所以呢 他常常呢 都一天啊 都比大家念的还要多精 大家人念三卷 他是念六卷 为什么 因为他前面三卷 可能迷迷糊糊 可是迷迷糊糊当中 他还是完成了 他还是哪里都没有去 那如果我们想想看 他没有来出家 他在家里面 会有人叫他吗 不会 因为这个 就是大家的观念 大家觉得修行 是自己的事情 所以家里面呢 哎呀 我们就先预设立场 他不可能 他跟不住 他做不了 他觉得无聊 但是我们为什么 会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先把他 用 用其他的 色身香味触法 养坏了内心 让他的清净心 不能跟佛菩萨相应 不能跟佛法相应 所以一听到佛法 就觉得无聊 一听到佛法 就觉得人生是 很枯燥的 那事实上呢 其实这都是 错误的教育方式 那如果我们 通通都来出家 都来成为佛的弟子 从早到晚 就像现在 即使我们在共修 看到不同的师父 其实其他的师父 在做什么 他们不是在睡懒觉 他们也不是在休息 他们有他自己的功课 从早到晚 在道场当中 念念都在发菩提心 念念都在当愿众生 那耳濡目染 每天就这样子 从早到晚的熏染 即使是很 很差的根系 只要这样不断的熏修 假以时日 他就会量变造成质变 出家的生活 就是绵绵绵绵绵 从早到晚 做不完的功课 做不完的佛事 那每天就是这样过 当养成习惯之后 我们的每一个念头 都可以是正念 正念成片 到最后呢 不管你是修的是什么法门 他就会进入三昧的境界 三昧的状态 所谓炉火存清 那所以修行这件事情 更需要不断持之以恒的练习 我们在每一个法师的身上 看到了佛法的一个进步 虽然可能每一个人 他的根性有差别 但是我们的发心 我们的精进 就会让自己 在自己这一生当中 见证到自己的改变 所以这是佛法 很殊胜的地方 发了菩提心 我们希望所有的大众 都能够这样发心 所谓笔记丈夫 我义而 不应至亲而退区 佛陀就讲 我们是 佛是大丈夫 那我们自己呢 我们也是大丈夫 我义而啊 我也是如此的 不应该要妄自菲薄 也不应该 把自己身边的姻缘 让他呢 先预设立场 先说啊 他不可能 没有人是不可能的 连我们自己都来修行了 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想想看 没有遇到佛法之前 我们以前的生活 以前的自己 也是很多都是在斜见 甚至于还会毁谤佛法 因为不了解 那现在呢 连我们这样子的一种大魔王 这种个性的人 都可以归顺在佛法的心中 归顺在佛法的慈悲当中 你就知道这是不可思议 那既然如此 我们都能够知道要发菩提心 那当然一切众生 也要让他有这种机会 所以这就是菩萨呢 一个境界 什么境界 他有成全大众 让大众呢 都能够依着自己的姻缘 一生来八相成道 一生来成等正觉 那甚至于生生世世 不管是此戒他方 现什么身 在什么地方 都能够变成佛菩萨的化身 都能够走上成佛之道 那这就是菩萨的十种境界 希望大众呢 我们了解了菩萨的境界之后 要感受到自己能够修行 是真的是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 不要妄自菲薄 要承担自己是佛菩萨的使者 自己是佛菩萨的一只手 是佛菩萨的一只眼 那我们在这个千百亿的世界当中 化身千百亿的发心 那最后呢 大众一起来成佛 一起就近圆满 那这就是法障世界的理念 希望大家一起来共同成就 殊胜的法障庄严世界海 今天的开示 至此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非凡小子 周围 中三州 感谢观看